清瓦台魔咒到底有多恐怖呢 13任总统有11位不能善终 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风水诅咒吗 这个让历任总统都无法破解的死局 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惊天玄机呢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韩国清瓦台历代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而在这当中更是流传着一个风水诅咒的传说 在韩国民间认为 清瓦台或许是受到了某种诅咒 所以才让历任总统都难逃善终 然而清瓦台曾经是韩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为什么说是曾经呢 是因为在2002年的3月20日 殷熙悦当选为韩国的第二十任总统时 他宣布了一项重大决策 将韩国总统的府邸由清瓦台 搬迁至首尔市龙山区的国防大楼 清瓦台因此也变成了共民众参观的景区 殷熙悦在竞选总统时就曾放话说他要改革清瓦台 而当时的民众以为他只是改革制度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直接将屹立百年的清瓦台的地址给改了 而这一则消息一出 韩国民众纷纷认为 殷熙悦搬离清瓦台 实则是为了躲避风水诅咒 不过有意思的是 清瓦台魔咒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而是韩国人自己认为 清瓦台自存在以来就发生了无数离奇怪事 而这里的风水肯定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那为何韩国人也讲究风水呢 原来从韩国的民俗活动中可以发现 他们的东西包含了大量的中国色彩 看上去就像是东师笑评 像是刻意在模仿我们的传统文化 要知道韩国的前身曾是朝鲜王朝 在盛唐时期 这个地方曾被纳入到我国的版图之中 后来到了元明清时期 此时的朝鲜虽然已经独立 但又因为它是华夏王朝的附属国 必须得向皇帝复首称臣 并且当时的王朝也十分信奉风水玄学之术 其中就包括周一五行 那这一来一往难免会受到中华文化的寻陶 对于韩国的风水由来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为什么又说青瓦台是诅咒之地呢 自从1945年二段结束之后 李承晚创建韩国担任第一任总统以来 到如今共上任了13位总统 不是被陷害自杀 就是被判刑终身监禁 只有两任总统得以倖免 难怪说韩国总统是世界高危职业之一 但是如此高的不得山中律 肯定中间有一个什么原因 于是就有人猜测 殷熙月的搬迁 以及文在眼在位时 也曾有过搬离青瓦台的想法 这就让韩国的一些民俗专家认为 青瓦台是一块大雄之地 因为它正好挡住了北越山 导致通向首尔的龙气变成了煞气 这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青瓦台魔咒的真相 还要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 韩国青瓦台为什么成了 众多总统想要逃离的魔咒呢 难道这背后真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惊天玄机吗 所谓离宫就是指在皇城外 为皇帝修建的固定居所 就类似于避暑山庄 1394年李承贵建立朝鲜王朝 他决定将都城由开京迁往汉阳 迁都之后他又将皇宫的玄尺 定在原高丽王朝离宫的位置 从此建立了朝鲜王朝的皇宫 靖福宫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青瓦台还没有成为权力中心 他只是靖福宫的后院 而在靖福宫建成之后 李承贵便派人去朝拜天子朱元璋 希望得到王朝的册封 于是朱元璋大笔一挥 将李承贵建立的王朝赐名为朝鲜 此后朝鲜王朝就成了明朝的附属国 也正因为他是附属国 所以朝鲜王朝的皇宫建设 必须依照明朝的规章制度 因此建设风格相向也就不足为奇 靖福宫的建筑多以丹青色为主 那为什么不用黄色呢 因为他是明朝的附属国 不能和天子用一样的颜色 所以就按照明朝的五行学说 选用了这么一个特殊的颜色 而朝鲜王朝没有覆灭之前 靖福宫一直都是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 直到甲午战争之后 日军大肆侵入朝鲜 并在1910年的时候 逼迫他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 自此以后 朝鲜半岛就论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存在500年的朝鲜王朝 最终也不复存在 靖福宫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处空城 在韩国民间曾有这么一个传说 日本德川家康利用北斗七星大镇 曾忽悠了江湖地区的发展 因此有很多人认为 日本在吞并朝鲜的时候 也使用了某种方法 以此来破坏整个朝鲜的风水大局 不过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我们无从考究 但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在侵占朝鲜之后 对靖福宫的诸多建筑造成了破坏 并还在此建立了朝鲜总督府邸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朝鲜王朝又一分为二 分裂成了朝鲜和韩国 1948年8月15日 大汉民国政府建立 首任总统李承晚 在原先警服宫的位置上 建立了警务台 并设立总统办公室兼府邸 也就是清瓦台的前身 这个位置在当时民间的风水师看来 是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 但结果在刚确定位置两年后不久 便爆发了朝鲜战争 紧接着1951年志愿军攻入首都 由此可见 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理想中那么好 之后第二任总统 因普善上台后 因为他既用武字 再加上当时总统府邸的建筑 是清瓦白墙 于是就将警务台改名为清瓦台 在后来第六任总统 鲁太宇上任后 他在1991年对清瓦台进行了大改造 这才有了如今清瓦台的模样 自此之后 清瓦台就成了韩国总统办公的地方 也是韩国最高的政治权力中心 不过这次改造并没有将原来的清瓦换掉 而是延续了之前的传统 那从这点可以看出 清瓦台确实是一座极具历史色彩的建筑 但它作为曾经的王朝皇宫 真的会是所谓的大雄之地吗 12位总统录录后 个个不得善终 清瓦台的魔咒真有那么应验吗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清瓦台背靠北约山 左有青龙洛山 又有白虎人王山 正前方还有蜿蜒流淌的汉江 可谓是四象俱全 但是根据汉龙经的说法来看 龙脉指的是蜿蜒起伏 而且形状又似龙的山脉 如果从外形上来看 北约山绝对算不上是龙脉 也就算它是 但是一般的建筑 也是绝不会建在龙脉之上的 那这里可以参考北京紫禁城和南京的民故宫 一般来说 在修建皇宫的时候 都会和山脉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会让龙气得以缓冲 但是清瓦台不管怎么看 都会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它背后的北约山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处山包 有点类似于古代陵墓的布局 由于清瓦台距离北约山太近 所以流向首尔的龙脉之气 也因此变成了煞气 另外从整体布局上来看 清瓦台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古人在布局风水的时候 都会在皇宫的正前方 留下一块开过的工地 用来修建明堂 让刘建兰的龙气得以生机勃勃 而最外层的河流作用 则是防止龙气外泄 在反观清瓦台 它周边没有一处缓冲龙气的地方 而唯一可能居气的河流 又相隔太远 给人一种想要选择宝地 但是又无从下手的感觉 就导致布局看起来十分不合理 最后再来看它的建筑风格 堂堂总统府邸权力中心 却弄了一个清瓦顶 怎么看起来就是一个陷阱的色调 例如南京的中山岭 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 再看一下清瓦台的正面布局 两侧各有一个小宫殿 由于位置过于靠近主殿 给人一种逼宫之嫌 当然以上说法在一部分看来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那除了风水方面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解释清瓦台魔咒的 其实所谓的清瓦台魔咒 归根结底就是 韩国总统为什么不能善终的问题 其实从历代的封建王朝体系中就能看出 皇帝不能善终的唯一原因 就是权力斗争 皇帝下台大多都是因为 一些门阀士族把握朝政 而韩国的政治一时如此 原任总统之所以不得善终 根本原因就在于韩国财阀的统治 好了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我们下期再见